大家好,我是QAQ,歡迎大家收聽黑貓日本研究所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這個靈星和護身符 這個靈星不是我們手機的 而是一些寺廟中的靈星 日本的神社寺廟中一般在參拜的地方都會掛著一個鈴鐺 人們在參拜許願時會先用力搖那個鈴鐺 然後發出很大聲 據說這個鈴鐺可以驅魔、辟邪 而這個靈星傳到的地方都可以變得很乾淨 還可以通過靈星將神佛叫醒 然後讓神佛聽到自己的願望 所以搖鈴可以體作是跟神佛打招呼的意思 神社裏舉行祭祀儀式時、巫女跳舞時 手裏都會拿小鈴鐺 參拜時要拍兩下手也是一樣的道理 通過響聲達到與神佛溝通的目的 有人認為在神社拍手時要拍出響聲 亦有人認為在寺院不可以拍出響聲 因為寺廟多數是舉行喪事或發事的地方 不過亦有人認為應該根據寺廟參拜的目的而定 如果你是去許願 可以跟神社一樣拍手拍出響聲 如果你是去祭祀死者的話 就不要拍出響聲 神社和寺廟內賣的護身符 大多數都是裝在小布袋內 造工是很漂亮的 大家如果有去看的話 就看到每一間神社都有不同特色的護身符 你想每個都買回去 以前的護身符 是把神佛的名字和自己的願望寫在紙上 然後貼在家裡 就不像現在這樣隨身攜帶 第二次世紀大戰的時候 神社受國家委託 被每個士兵配發了武運長久的護身符 士兵的家人將護身符奉起他們的衣服 或是裝起碎布做的袋子 就被士兵帶走 所以就形成了將護身符裝起布袋子的習慣 將這種習慣推廣開來的 就是在京都市的西鎮地區 這裡以西鎮籍而非常之出名 當時生產西鎮錦段的店鋪 去到全國神社寺院裏遊說 希望用自己生產布料製造護身符的袋子 現在護身符會根據不同的願望分出很多種 例如交通安全 合格 商賣繁盛 毛病適災 安產 或者除厄運等等 因為布袋裡裝了象徵神佛的東西 所以相當於神佛一直伴隨著自己 可以帶來好運 實現願望 亦可以被邪消災 不受侵害 大家不知道 如果你的神社求了一些護身符 其實它是有這個有效期的 就是一年 一年之後 你就可以帶回神社 或者我自己 可能會找一個小袋子 然後用一個盒子 放在家裡的角落 雖然大家看到它很漂亮 但並不是一個永久有作用的 當然 如果你是當它一個普通的裝飾 你也可以長久地用我自己 就覺得沒問題 但也有些人 不建議你大超過一年 不知道大家對於這個護身符 有什麼看法呢 如果有什麼感想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大家 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讚好訂閱和分享出去 我們下星期再見 再見 拜拜 我們下星期再見